今天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品最大的新闻 可能就是刚刚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 2024春拍上 一件青乾隆 粉青柚 浮雕海水龙纹双耳蝶胡 估价是3500万到5500万港币的一件乾隆重器 居然在今年的拍卖会上流拍 这也是在苏富比举行的重要拍卖会上 非常罕见的出现这种 苏富比在拍卖当中作为封面作品 进行主要宣传推广的这些官邀重器 在这么重要的拍卖会上流拍 那看起来昨天我们说的 像香港宝利拍卖的那件青乾隆粉青柚 浮雕奎隆纹雷士大尊 它毕竟最终还是以2000万的价格成交了 你像苏富比这次推出的这件乾隆重器 这件粉青柚的 乾隆时期单色柚的作品呢 居然没有人硬价 最终以流拍的方式收场 这个在苏富比在香港地区举办的拍卖当中 是非常罕见的 并且是作为啊 它主打的主要推广的重要的作品流拍 这是非常少见的 另外就是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啊 所介绍的 也是苏富比在今天下午进行拍卖的 曲原知先生的那件旧藏 就是它标注为送货更晚期的那件八方悬文盘口屏 估价800万到1200万港币 最终以2040万港币的价格成交 那件作品拍卖的结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超过了它最高估价将近800万港币成交 那么今天的这种拍卖结果啊 不知道是不是藏家们的鉴赏品类啊 逐渐从明清官邀作品啊 像这些更加清雅含蓄的宋代作品的转移 无论怎么说啊 通过苏富比今天下午举行的两场重要的拍卖啊 可能已经暗示的中国藏家的鉴赏品类啊 逐渐的在向历史 在向那种啊 更加清新优雅的品类上回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